红中出口 暴击 所以刚刚这样子讲我 目的只是让大家习惯 在平常观这个我字时 要破这个我值当下 你念念体会那个我 只要有任何我想 要告诉自己那都是所觉 我要真的那个我 是能明白一切所我的 那个清净 所以你直下能够担当一切所我 因为你能担当所我时 就不会像过去凡夫一样 跺在所我之中随它流转 所以你就念念看到所我的变化 那叫直下关心 任何个我想 感觉 现前处你都知道那都是所我 在所我当下 不再另立能我 就是明白所我的 在清清楚楚时 你会发现你住的就是那个能我的清净 那个能我之中不必更立我向 就是在明白中 当你在所中明白能时 在能中当下就是所时 才是将来能所打破时 那才是还你那我的面目 所以之前的我闻就要在是佛而闻 就是你你之前在决体上闻嘛 那在决体上怎么样解释这个我字呢 你念念不要背离决体嘛 不要背离决心啊 所以这也是告诉你如何平常日常用心史 这才你才能够相信 必断我执 你只要你能慢慢慢慢只要是这样子 如实的这样去做官 总有一天你会发现 我真的不是像过去一样 一定是念力之间 剁在任何念头的倾想的势力上的 就好像过去你看到镜色 你镜色现前处你念念都剁 但是将来你突然有一天 在真的慢慢慢慢回光 要找到进体时 你有一天会发现 原来进体现色当下 它真的不是像过去一样 一定是念念随足镜色 随足镜色的势力 它本来现出镜色当下 就是尽性的清净 所以如同像上次我讲的 它使之 原来石谷是女人做的 原来使之 原来这是黑 原来这是白 原来这是黑 这是白 不是说它从来没见过黑 没见过白 它是从来没有站在决心上 看过如是黑 没有站在根本清净中 看过如是白 你也从来没有站在 根本决体上看过如是我 那个我的感觉 你都根本从来 都从来没有清楚过 你只是随着我中的那种过去的势力中流转而已 所以这个我们要念念是佛而闻 所以是佛而闻 你也是知道在哪里闻 在这个大我中闻 既然在大我中闻 在哪里做闻成就 就是在一切法中 念念能看到过去之中 一切所我的不断的虚妄变化 你能变化到最后 你就还觉得有一个 我找到能我 你那一念你都不要被他骗了 你就告诉他 还是你 还是魔王先前出 还是你 都不要被他骗 讲到这里 我突然想到 刚刚讲到 念佛的一门深入 那有很多人就会怀疑啊 那古德不是叫你 就是持念一句名号佛名吗 所以古德在这个上面 尤其诸佛 还有祖师菩萨 在这个法门上面 他用尽方便 因为一切众生 处处都多 他都起那种妄想 你跟他说 要入一切法门 无量誓愿学 他就会执着种种法门 于是就会望分三藏十二部 我已经讲的是一心的法门 三藏十二部 种种差别的名字 是让你找到一心 你不可能找到一心 你在学三藏十二部 所以那个叫留给别人我 那是分别人的东西 那不是真正在一心中 求一心法的人的东西 所以别人两个字 还可以另外作解 别人就是望心分别的那种人 别人 你还在三藏十二部 就好像讲到 世间种种善行 目的是让你建立善心的 你不在这一心的善心善愿中建 建这种种种八万四千 种种善行 你却自己会以为自己在学八万四千善行 那这个将来就会着想流转在其他的妄想业力中 所以佛们为了断众生的夜感之中的 本来的愚痴跟妄想 你既然自己不能够分别 所以祖师为你安排 为你布列种种的行 这种做法 种种的功课 叫你老老实实 称念那句佛号 在老老实实称念那句佛号时 你就不必在其他的心态之中 每一个想法之中 我到底是该怎么样一门深入 我到底是不是不要那个不要这个 就没有那种多余的念头 就在这一句佛号之中 假如你还有一个不要 那个不要就会成立的障碍 将来的障碍 什么样的障碍 心性中的障碍 本来叫你真正持念这句佛名 老实念佛时 就好像一个人老实面对大山 大山就会在他心中 因为老实故 一心故 在他心中能够显出种种山的意境 能够显出世间的种种豁达的见解 所以他从这一句的老实之中 因念的老实里面 他一样回头可以看见八万四千 种种山形 但是你过去在这一念之中 你已经给自己一句 我其他都不要 你就断灭了 信就断灭了 你再也不堪写那个决信了 都不要了 就好像念经的时候 过去念经时 这个武则天在经文上面写的 愿解如来真实意 因为你愿解如来真实意 所以行者发心 在赤诚恳切 要心中明白 所有一切如来所讲的道理 所以你就不会这么一样的马虎 这么一样的狂妄 用当下这种卑劣的知见 随便解释一个字 这叫诚心 所以你真正愿解如来真实意识 你一定什么 虚心求教 你不会马上狂妄 跟这么样的这种马虎 就想要解释文字 你会把心全部放下 心中不敢冒犯 心中那种担当 心中那种承受 那个才是愿解如来真实意 所以前面若是发了赤诚 愿解如来真实意 后面一定有什么 虚心求教的种种赤诚香 所以才方便告诉你 你只要是真正发心 你不要在经文之中 再做狂解 但是后人不懂 就是说你只要读经 你不要管他解释 就好像你就根本不是要 愿解如来真实意 那这个人虽然读经 可是却读了那句 你读经就好 你不要去管他的解释 不要去理他的解释 不要去明白他的解释 你将你读三大二三奇节 你也不懂那个解释 你最初发心 那一念无名障碍自己 心性就是如此 你知道信中的作用 就在那一念之间 你一念发作 那信中就不显 有的时候再大的暗仗 那不过就只是心性不显 那么大的暗仗 心性不显 那若是显那个心性 就能够破掉那个再浩瀚的业障 那心性有的时候 就在一念中转 就一念之中 就破了千年案 就能破千年案 所以古德叫你老实念佛 是要你老实 谁叫你后面加了一句 我都不要了 真不老实 很不老实 就好像一心老实向善的人 他觉得心中 不会再多此一句说 我哪个要哪个不要 那是老实向 只要一心念念之间 告诉自己恳切向善 只要念念之间 告诉自己念念 都心中都念念起 起成种种善人的名字 因为他这样子是一心故 老实故 他一样能够回入 八万四千种种善行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万法是心故 他可以从八万四千 给你圆会一心 他可以再跟你讲一心 让你回照八万四千 这就是心法 这就是佛法 这才是真正八计的法门 所以这里面才有接影像 绝对没有说 这一门中就是这一门 其他的可以不要 那叫做狂想 那叫做妄想 所以这里面才是真正 叫如是我闻 因为那是佛而闻 你也能看到决心中 绝对不可以用种种狂想 障碍决心 多此一句你都会发现 多此一句决心就被障断 你怎么还敢如是 这样子用这种狂妄 这种用这种 这种卑劣的这种手法 残害自己的灵魂 残害极灵 你当然不肯愿意 所以那才是真正如是我闻 所以叫做如是我闻者 我闻者叫是佛而闻 叫做闻成就 我闻者叫做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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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闻者叫做闻者